近些年来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可谓是独领风骚 几十年前 我国高铁建设才刚起步 到2020年底 运营旅程已经达到3.79万公里 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前不久 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 拿下了6个世界第一 而在新基建领域 中国建成的5G基站 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70% 所以这一连串的成就背后 也让中国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称号 基建狂魔 基建狂魔这个称号 中国的确能够担得起 但有的时候 我国同样也会遇到难以搞定的基建工程 大筑山隧道就是这么一个工程 大筑山隧道论长度并不出众 只有14.5公里 通行只需7分钟 然而就这么一条隧道 修建工期却一条再条 在2008年开工建设 从最初设定的5年半 被调整到了8年 再一度调整成为了12年 于是这条隧道就被认定为最难绝进的隧道 一直到2020年4月 大筑山隧道才全隧贯通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程呢 为什么这么艰难还要坚持完成它呢 这个隧道实际上是中缅国际铁路的其中一部分 这条铁路全长将近2000公里 起点在我们国家的云南昆明 在我国境内的路段有将近700公里 终点在缅甸的阳光 为了建设这个隧道 从国外前前后后请来了500多名地质专家 希望借鉴西方的技术经验 但这500多名西方专家来到现场考察后 却一致认为 这条隧道以人类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建成 中国工程师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 这项工程到底有多难完成 在中国的西部有着这么一段山脉 气势巍峨 仿佛如一道天欠不可跨越 这就是我国的横断山脉 而我们的大筑山隧道 却要将这条山脉直接打通 横断山脉的地质复杂性 注定了这条隧道修建的难度 而施工人员在挖掘过程中 最常见的几手难题就是 水深河火热 这一地区是中国的 陆江 蓝沧江和大渡河等 多条大河的起源地 这意味着该地区有着非常丰富的水资源 俗话说得好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当地上有着大量裂隙的时候 江河以及降雨带来的雨水 就会进入地下成为地下水 而该地区丰沛的地下水资源 正是导致大筑山隧道修建难度非常之大的重要因素 在隧道挖掘时碰到秃泥 涌水本就是施工人员最害怕的情况 可就在大筑山隧道里 这似乎成为了日常 有90%的时段 施工人员是和突然涌出的大水和泥浆相对抗 在一次修建过程当中 工人对断层进行了钻孔爆破 导致长子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为20厘米的破口 而哪怕是这样的一个堪称微型的破口 其中涌出的泥水混合物 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就淹没了隧道当中4米高的工程器械 并在几个小时就直接填满了 整整400多米长的隧洞 最后等待了一个月 水流才稍小 使用机械设备抽干井积水才能继续施工 据施工人员统计 单日最高的泳水量高达22万立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以长50米的标准游泳池为例 这些泳水足足可以续满88个这样的游泳池 12年下来 这里泳出的水量更是超过10个西湖的水量 为了攻克水深问题 他们先后建了7座臭水站 投入100多台水泵 日夜坚守排水 所以这才被称为是在豆腐渣里钻洞 尤其在燕子窝断层核心地段最难绝境 长度不过是156米 但施工人员每天只能绝近约20厘米 足足花了26个月才绝完 而火热问题就是在隧道的高温地段 工人们刚刚开始施工时就感觉热起扑面而来 四周和地面的石头都非常热 技术人员实际勘测 这里的温度竟然达到39度 地面总是烫手的状态 一般的施工方法对于这样的区域是不管用的 为了克服高温 施工人员只能用凉水冲击自己身上 施工人员还要在每个挖掘面都运送12吨冰块降温 每三小时换一次 以此降温 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是非常考验身体素质的 实际上难题还不只是水深火热 由于隧道洞内的纵坡设计为人字坡 每个地段的坡度不同 隧道施工只能从进出口独头绝进 并且还要穿越1270米的煤层地系 当中含有瓦斯气体 必须等到把瓦斯气体排除了才能继续施工 不然绝进机切割岩石产生的火花 随时有点燃这些瓦斯的危险 为了确保瓦斯安全 工程团队配备相关的专职瓦检员 24小时不间断进行瓦斯检测 同时确保通风 相比之下被瑞士媒体称为 世纪隧道的格特哈德铁路隧道 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底部 虽然施工难度大 比如途经岩石的最高温度达46摄氏度 各种岩石的硬度不一 但与我国的大筑山隧道相比 面临的难题还是相对少一些 要知道为了解决隧道施工面临的难题 我国先后有500多位专家来考察 给大筑山隧道施工出谋划策 当然隧道能够成功贯通 更要归功于奋斗在一线的施工人员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0年4月28日 这条被认为是最难绝境的隧道 在施工人员苦战12年之后 终于全线贯通了 这直接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要知道这项工程总共耗资高达3000亿 欧美实在不明白 中国为啥花3000亿挖一山洞 而且面临极其困难的施工环境 代价高昂 究竟有啥意义 作为大瑞铁路的关键性工程 大筑山隧道的建成 无疑为大瑞铁路的全线贯通 打下了监视基础 据悉 大瑞铁路全长约330公里 是我国西部开发的重要项目之一 预计在2022年全线开通 届时从大理到瑞理 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7个小时左右 缩小至约3个小时 大筑山隧道的成功修建 对我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仅能让火车顺利通过横断山脉 更是可以改善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 直接提升云南对外开放的水平 同时让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交通联系更加紧密 如提升我国与缅甸等国家之间的物质 能源的运输 进而减少我国从中东地区运输石油等 能源所需要的里程 从而减少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降低国外对我国能源运输通道 进行封锁的风险 因此 大筑山隧道这项工程的意义 可以说是非常重大 中国基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哪怕是世界强国美国 在这一方面都只能望而兴探 其实咱们中国的基建早已经走出国门 在国外生根发芽 美国的西海湾大桥是咱们重修的 非洲第一高楼是咱们建的 中欧班列还是咱们建的 而且咱们的脚步甚至到了南极 更是要在南极建机场 这些世纪工程的修建都充满了各种困难 咱们连大筑山隧道 这样世纪艰难的工程都能够完成 还有什么能够难得倒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